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答對問題 讓我太太拒絕給你們 一個是皮疹症 皮疹症普通版 就是蚊仔蟲咬濕疹 氣炎那些 因為口煙清 啡肢 牙痛 喉嚨痛 開不出聲 就完成 話說這次我去馬拉西 第一天晚上就咳 我咳嘴 我啤梨呢 第二件事我沒有戴 我一定有戴什麼呢 就是我的Wild Stop 不關你的事 立刻拿出來噴 立刻第二天沒事 第三個就是胸臨通 胸臨通是給淋巴的 喂 啊 啊 十五姑說 原來很多男人買的 蛤 原來這些胸臨通 不只是給女性的嗎 男人都有淋巴的嗎 有淋巴系統 我知道了 都會有病的 有 有時候 他是人的第二個系統 他是製造士兵和武器 是 那他如果塞了 脹脹地 變成了 人會很容易病的 喂 那於是乎這些位置 脹脹底 就噴一下他 是啊 即是如果你有錢 你如果也不用等他 脹脹地 我買一支 一個兩 不要噴了 一個兩八噴兩次都可以嗎 可以的 就是用來保健 衝原來噴耳朵到頸 膠底到胸 然後然後腹骨溝 大腿內側那裏 噴完之後 就可能做一些運動 放鬆一下他 拍下去 這樣就可以了 OK 好啦 我們先別說這些 有人問什麼 問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木經眼藥水 就有個半月了 最近 雙眼通紅 還有很多眼膠 就是為什麼 喂 等等 阿志投師 為什麼你會用用一下 最近作用呢 就是中間停過嗎 為什麼要停呢 不要緊 還有原因 其實滴眼藥水 一定要很勤力的 中間會有眼膠 不要說你 我滴那麼久 我就第一個滴的 我都有時候 會一段時間沒有東西 突然間都會有回 我幾天會 有幾天會拖回眼膠 那為什麼呢 這個情況 排毒 其實人的類管 是在角膜的表面 是 很多塵埃多 空氣不好 其實會累積很多 髒東西在那個類管 現在它裡面有 紅花的成分 就是通一些類管 所以有時候太多垃圾 它就會清理這些垃圾出來 這個是一件好事 反而是好事 反而是好事 有一點癢 有一點點痛 都是正常的 因為有牛黄消炎 就會有這個情況 OK OK 明白了 好了 今天我們去哪裡 是不是講過了沒有 沒有 沒有講過 重慶 重慶這個呢 是一個市來的 重慶即刻市 但是是全中國最大的直轄市 是啊 它很大的 比有些省更大的 大呀 為什麼這麼奇怪 這麼大呢 它比四個直轄市 北京 天津 上海 這三個加起來 都不夠重慶這麼大 我要按一下大小聲 不好意思 行了 沒事 因為我的電視機 太久沒有 按Remo 它又想自動關機 我們繼續 所以最大的 最大的 還有它人口是全中國 最多的 三千五百萬人口 喂 重慶在四川裏面 其實就 不能分割 其實它以前呢 就是叫巴屬巴屬 其實就是連起來 它曾經也是四川裏面 也都後來就拆過出來 那為什麼 譬如說 那些人說 成都的人呢 是不是成都就是四川了吧 成都就是屬 然後重慶就是巴 就是巴 但是呢 但是一講呢 我們經常說 那真是四川人 他那些 不是我是重慶 不是我是四川 不是我是 什麼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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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人 他們不覺得自己是同一個鄉下 不同的 他們劃分了 其實本身在 其實這個歷史本身很早以前 已經有分開 就是在武王佛咒的年代 就是西 周朝 其實 你說到武王佛咒 是啊 就已經有把巴國是零零丁丁丁封了出來的了 嗯 所以其實本身是一個 是兩個的地方來的 只不過是後來 因為那些 大家的 可能是經濟啊 各樣東西 其實是融馬在一起 大家都是長江的常游啦 都是嘉寧江啦 那所以大家都是 變了很多時候都融合起來而已 那些女兒都不同的啊 廣話都不同的啊 呃 其實重慶有重慶的土話 跟著四川有四川的土話 那但是重慶是什麼人多啊 漢人多還是 都是 漢人多的 成都呢 成都 其實都是漢人多的 是漢人多 貴州的那些才是多少數民族的 但是都有 但是都有些少數民族的是吧 有 有些苗族的 重慶有苗族 它是北部 即西 東南部那邊就是苗族來的 但是重慶的女兒真的可以的 是否算是 四川的女兒都可以的 四川的女兒真的可以的 不是 因為它可能這樣的 重慶一點 我會覺得那些女兒會得一點 因為它三成的嘛 長期都沒有的嘛 嗯 那些陽光的紫外線呢 射不到 經常都照不到它們 白 變成那些皮膚色就白一點 但是沒有那麼健康 那個人吸收不到維他命D 那都 只不過沒有那麼多而已 就是不會那麼容易那麼黑 它都有的 但是重慶的確是一個霧道 和一個三成來的 但是我去過城市裏面 即是城市之中 重慶是我最喜愛的城市 是呀 這個叫做八D魔幻之城 是呀 是呀 我想問呢 現在我們建設到這樣 重慶的市 我覺得 我很想去 因為我很擔心 現在VTECL 不要說去旅行 看節目都會 去那些荒山野嶺 我們喜歡有卡拉OK 有Wi-Fi 卡拉OK 都有的 那些荒山野嶺都有的 不是 那重慶市是否夠玩 都是 是不是正 當然正 因為重慶市 現在這樣 現在建設到這樣 我們看片 是有機會的 但是如果之前說 128年前 那他為什麼 根本不適合居住 即是以前的城市 都這樣上 是的 是的 那走路就不知人家 其實他也有個原因 導致他會發展到的 是 因為他在嘉寧江 那嘉寧江就是 碼頭船運很好 於是有很多物資 可以在這裡 因為其實他這個重慶呢 他北面就是陝西 是 東面 南面就是 東北湖南 是 就是東南部 然後他的南部 就是貴州 西面就是 四川 那他其實呢 很多物資都是靠嘉寧江 運去其他省城 所以其實他 是可以因為 沿著長江的沿岸 來發展到的 但是他是山城的 那些人 有些人住得很高的 是的 那以前的運輸 又這樣嗎 就是這樣 台南上去 再下去什麼 西四川這樣 重慶就比較 就是相對下 就不是這樣 就是他整個重慶 是很大的 有很多地方是山的 但是他現在 他現在有城市的地方 唯一在那裡 可以做到城市 就是因為 第一是嘉寧江 第二是他平復一點 這樣可以做到 但是平復得來 他也是很多山 是的 好 不要說那麼多 我們看看地勢 出張圖片 這張我們終於出對了 四川 雲南 旁邊是重慶 重慶都不是很 嘩 都很大 好像別人的省 別人的省都不是 他不是小時候別人的省很多 不是的 他以市計 他是最大的 近一市 是 但是他其實不小的 面積 重慶 八點幾萬平方公里 好 下一張照片 我們看看重慶那島 這裡 那我們去哪裡 我們其實就在 其實他最東北面 就是我們叫城口 毛溪 毛山 那邊就是苗族 苗為主 我們現在主要去 一會兒就去武陵 武陵就是黃色下面那裏 那裏就是仙女山 重慶市區余北就是粉紅色左邊那裏 整個粉紅最左邊那裏 中間余北余中 九龍 合村市下面那裏 合村下面 粉紅色那裏就是 合村 合村我們都會去的 合村是釣魚城 我們都會去的 大竹縣也會去的 黃昂地大竹石刻那裏也會去的 ok 好 那就去吧 這裏是重慶市中心 是啊 這裏是很好的地方 熊崖洞 這裏有鬼故 是啊 因為它其實30年代 其實是平民區 因為它旁邊就是嘉玲崗 它很多時候 碼頭很多上上下下的貨 其實這裏都有打仗 和以前是戰亂的地方 所以其實有很多人進去 它十一層樓的 這個熊崖洞 是一個重慶打卡必點 很多人進去走不出來 這個建築 熊崖洞 是啊 這裏有十一層樓 其實是十一層的 它全部裏都是食肆打卡餐飲的地方 為什麼叫熊崖洞呢 是因為有一個熊崖的真人 它其實以前是一個洞穴 30年代是一個洞穴 在裏面收到得幸了 因而叫了熊崖洞這個名字 而現在就是重建了 用了一個億去重建 就是在2006年 所以現在是一個打卡的地方 即是商場之類 綜合的 是商場 另外是吃東西為主 但是 那些重建小食就是在這裏為主 但是又是碧京蝦鴨 又是聚得樓 有的 有的 很多東西吃 你有沒有去過 去過 那麼漂亮的嗎 它晚上打燈 好 下一張 在重慶市 現在看下去 為什麼我好像不夠了11樓 因為我們的地面那裏 現在你們看到地面 可能其實不是地面 可能是幾樓 可能是幾樓 它有一個特色的魔幻 因為你在地面 你以為地面 其實是22樓 下面還有21層樓 重慶就是這麼有趣的 地面有很多商場 地面有很多動物 很多的 所以那些道路千奇百怪 是的 其實很容易迷路 所以還有它那些 就是那些 城市現在我們只以為 那些關火路 是這麼高 就有了衣衣而建 其實在山上的 他們在 是的 沒錯 都很繁榮 很繁榮 這是它必然的打卡性地 為什麼那些人還要來香港 好 再去 這裏就是一火樹 就是另外重慶市 一個很主要就是看夜景的地方 這裏又不是油星那裏 不是那裏 這裏叫一火樹 是一個湖湖來的 其實它是看嘉寧江 它整個U字的 嘉寧江 一個U字嘉寧江 這裏就是嘉寧江來的了 嘉寧江就是長江的上游 OK 哇 有條橋過 有點像 族橋自成 檳城 OK 好 真的有人上去看 是的 這裏一火樹 要另外搭升降機 要爬山上到這個景區 接著再要 可以搭升降機 在這裏就搭上去天台 然後就是這個地方 就可以看整個重慶市 我住在這裏 真的好 深淵那個太平山 黃沙區灣 有沒有我們從前漂亮 我們跟 看上去都不差 不過就 下面的燈光都沒有那麼密 暗一點 我覺得在這麼多地方 香港的夜景 我覺得都是最美的 都是最美的 都是最美的 不過這個都 這個大城市 都是OK的 超大的城市 這個是 有很多遊客 是啊 他重慶什麼天氣 有沒有冬天 有的 但是他很常常 天天都是 陰陰陰沉沉 灰灰暗暗的 我常常去到 他有幾次重慶 OK 好 下一張 嘩 這個就是嘉寧江 這個就是他的 吊索 其實這個吊索 其實他已經服務了 二十年了 四十年前開始起 本身呢 剛才你說的 那些紅崖洞 怎樣的人 進去不出來 有很多故事 我去到那裏 聽導遊說 有些遊客進去 因為他很魔幻 其實呢 不見了一個人 就是找不回 因為他很多層樓 但是最後他有沒有 最後有沒有回回 沒有講的 OK 就是回回美國這樣 好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索度 這個呢 有一千一百六十幾公里長 那大概呢 就可以坐六十五個人 四分半 一千一百公里 一千 是啊 就是 一千一百六十六米 是啊 一千一百六十六米 然後呢 就是大概四分半鐘 就是由南去到北 為什麼會有這個吊索呢 其實原先呢 就是因為政府起來 就是因為兩岸以前 幾十年前呢 都還不是很蓬佩的嘛 嗯 過兩岸很麻煩的嘛 這次政府呢 就起了這個 吊索方面的人 現在就變成 以前是街島 那些船 現在就 因為這些立交橋 太過複雜了 太先進了 現在都根本不用 用這個吊索的了 現在都變成 就是 一個觀賞夜景 一個旅遊點來的了 OK 但是那些什麼 黃泥水 黃泥水 真的不行 是啊 如果它夏天是會黃泥的 到冬天就會清澈一些 對 因為它沖了一些上游的泥土 這個就是夜晚呢 夜晚啊 都漂亮的 來看一下景 一定有卡卡卡卡卡 嘩 這個呢 就是特色了 這個呢 就是叫做 叫李梓霸輕軌站 你看到李梓霸站 是 其實呢 它為什麼會有 其實這個就是 那麼多全中國的完成 裡面都沒有的 唯一就是只有它有的 不要說中國 啊 全世界我都不見到它這樣 其實它有很多人都會問呢 為什麼可以穿進去 而是沒有崩 這麼大的那些輕軌 因為其實呢 它的軌道呢 裡面有六根獨立的大的柱 來支撐了它的站 所以呢 它是不會倒塌 那麼你這麼大的火車 在裡面 就是輕軌經過 一定會很吵 那些民居來的嘛 上下民居來的嘛 這裡你現在是八樓來的 它對上呢 對下就是 七六五十三二一 對上左十一層的 是 全部民居來的 因為它呢 那個站和頂的台 有成二十米厚的 上下都 所以那些聲音呢 是吵不了下去的 但是 它應該很肯定 是先有鬼先的 它是建築物遷就它的 就不可能有建築物 才開個洞的嘛 它是這樣的 其實呢 因為以前呢 是一九九八年 是 本身這個地皮 同時又要建個軌道 又要建民居 嗯 於是一個重慶大學的教授呢 他就建議了 不如軌道穿過民居 兩樣都一起做到 因為這個思想因而 就震驚了全世界做了這件事 應該是先見鬼 一齊的 如果是一齊的 一齊的 這兩天本身這個地方 但是以你所知 世界上有沒有其他地方是這樣的 我沒有見過 我看上去都沒有 香港我們入站 入了室內的站 你不會穿過大廈 只是車路 車路在香港有嗎 進入華地那時候 哦 是啊車路 進華地 街市 街市居道 轉進去什麼 停車場 車路 就不是這樣 但你現在只是入了民居 嗯 入了民居 穿過民居 你看到 只是穿過民居 這些全部都是屋 所以 不好意思 但我吃了蛋糕 你去重新玩 真的 如果我不去那些交易的地方 只是玩重新市 玩幾天 其實都是很大黑眼大 是啊 過患感很痛 是啊 玩了幾天 重新市 其實市區 還有很多景點 沒有放進去 因為那些有些廟 有些什麼 沒有放進去 其實這些都是特色一點 這個立膠橋很厲害的 五層 十幾層樓那麼高 它有五層的 五層 足足有個距離 高到十二層那麼高 那你真的在裡面 走錯一個叉位 它是 因為它在中國 除了那個八道 有另外一些交通的 那些網站 GPS 你去到這裡 你要這個GPS 找這個地方 它又會叫你 找第二個GPS 你找第二個GPS 又要你用另一個GPS 所以你一找錯 你就搞定 一天都不用去你的GPS 但是現在你這裡 最底的那裏 就是最底的 是不是最底 還是下面還有 還有 我們現在看到底 原來還未是底 還未是底 十幾層樓 你最慘的是 那些樓 你以為那裏是底 原來樓也不是底 原來下面還有 還有十幾層 你可能現在那個地下 是二十二層樓 所以我都說 重慶 我們香港去多久 幾天 兩個小時 這麼近的 只是玩 現在就是坐高鐵 都很快 我好像聽人說 有人馬上去重慶 是啊 很高興 那樣子 武漢 第一次 是武漢還是重慶 武漢 他說回去看看 不相信 回來死了 好嗎 哈哈 夠了 好了 喂 如果你說兩個小時飛機 高鐵多久 高鐵我想要五四五個小時 五六個小時 六六七個小時 沒有 我想很快的 高鐵 我真的要研究一下 如果你真的可以 其實這個 我只是去玩一個重慶城市 重慶是甚麼吃 辣的 重慶火鍋 好 完全不同 四川 兩樣東西 四川是以麻辣 重慶不是麻辣 重慶呢 那些人是 除了見大濕辣 我去 對於重慶我最大的感覺是甚麼 就是長江三峽 是 但是我的經歷不到 是真是可惜 為甚麼呢 因為我當時做領隊 01年的時候 是 長江三峽的團已經不是很流行 而那些師兄經常跟我說 長江三峽的女導遊 在船上 每天掛著那些吊帶背心 在那些空圍吊在整個船上 穿得很性感 為甚麼呢 長江三峽很熱的 那是熱的 不用這樣說 他們的重慶的人都是比較 開放 熱情 熱情一點 沒有防防 我覺得熱情 有很多東西看的 但可惜我經歷不到 我經歷不到 沒有帶過重 沒有帶過長江三峽 很可惜 所以重慶真的是 你重慶 真的是去玩城市的 這些 我現在是這樣看這些 即是不可以 現場是甚麼 即是入客 可以 如果不是 還是乘飛機快些 那兩個小時 這些全部納交橋 全部都是 重慶市現在越來越漂亮 其實它每年 都不斷擴展 版圖 越來越大 重慶市的地圖 是每三個月滿一次的 這條橋 對比旁邊那棟樓高很多 旁邊那棟樓都可以看到 幾十至三十層 至少二十多層 是啊 你上去都有點 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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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想看這裏 是外國地 即是甚麼科幻地方 是啊 為甚麼突然間 那麼漸靜 到這裏 這裏就是仙女神 所以說 它叫東方的瑞士 距離呢 那個重慶市 三個小時 通常去重慶呢 就除了去 剛才去重慶市區 池野口古鎮 接著就會一定去仙女山 仙女山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森林公園 參樹松樹 花 野馬崩藤 大草原 加上有地縫 有天坑 有瀑布 有峽谷 是很美的天然景觀來的 今天呢 我剛剛馬拉帆來 我問過導遊 我才有問 你有沒有吃過熊 它也有 熊 有沒有吃過老虎 馬拉帆熊 小小的 馬拉帆熊 我心想 你小時候 有吃過老虎嗎 熊 老虎也吃過 是啊 現在不行了 現在那些 馬來府 只有二十多頭 老虎也不行了 以前那隻 真是很美 是啊 這些是 真的像瑞士 是啊 所以有東方瑞士之稱 還有很多人在這裏 有營養 有的 有的 放牧 你可以騎 它有指定營地 有的 有的 不是說你周圍老 它再進去的地方 這裡有景 有你自己私家車進去 它再進去 一望無際的草原 這些高 拐為拐去的公路 就只有它的小貨車 你要轉它的小貨車進去 所以你在裡面 是完全寧靜 是沒有任何跟你 與世無爭 所以跟一個大城市的重慶 連來到一個這麼美的草原 三個中牛 是三個中牛 是三個中牛車 是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就是你可以 城市之餘 有很多重慶人很喜歡來這裏 好美 這裏真是 都是仙女三心 這是秋天 是秋天 好 接著其實它有一個很大的天坑 它是有兩個洞 三個山 然後三個橋 天生三橋 有三條橋 然後兩個大洞 接著之後就有看到了 好 力士力士 這裏就是地縫 這裏就是天坑 天生三橋就是 有三條橋 兩個大洞 兩個大洞 沒有橋我看不到 其實石製拱橋 一會兒都會看到 是 之後 就會搭這些景區 其實好像 電梯來的 電梯來的 張家界都有的 但這裏不是張家界 是直接搭電梯 落到地帶 在地帶上 這條就是橋之一 天然形成的橋 有個洞 有個橋在那裏 電梯旁邊 下去就會主要看三條 不是洞 怎麼叫橋 它上面有個天生三橋 這個景區叫天生三橋 就是天比美下來的三條橋 這樣就是有青龍橋 天龍橋 幾條不同的橋 嗯 好 不是這些是自己建的 不是這樣 上面就是麒麗橋 上面 頂那裏沒有拍到 可能去這裏 好 這裏也是橋 這裏就是天生三橋 另外一個橋 我明白的意思 其實下面的洞 上面就是橋 是 是 好 這個整個景區 這個是一個驛站 其實 這個景區 是否也有很多馬 是 仙女山三文公園 這個就是滿城 盡戴黃金甲拍攝的地方 哦 即是周潤發張艾謀 沒錯 而本身 鞠美 還有誰 周潔倫 周潔倫 是啊 另外那個仙女山 就是變形金甲四在那裏拍的 所以其實很多 是一個很多拍攝的 不是啊 你說如果說你年輕的時候 是好想得的 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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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 嘩 這個什麼是成花稀 這個是地縫來的 嘩 怪不得這個是縫來的 地裂 地裂 下面 那個洞 下面那些是爐來的 有條仙 下面那些是瀑布 地下河 另外再下去就會是那些溶洞 嗯 是啊 無緣無故 有個縫 有個嵩 其實那些是板塊移動做出來的 嘩 我再去 然後就沿著 下去之後就是沿著這條河 以峻道走 都幾舒適 其實整個都是仙女山公園來的 所以其實看的東西都幾多 那些景什麼 比如說 什麼重慶五天團 唱由什麼什麼 八點魔幻城市 接著是兼由這個仙女山國家公園 是啊 品嘗重慶火鍋 晚上就入住這個四星級 五星級 五星級 入住這個五星級 五星級 酒店 可能都是兩千多元 是啊 這個團 不想是吧 我做這些團 起碼是九九九九 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地縫裏的瀑布 那這個瀑布 那這個瀑布 那些水都會彈上來的 濕濕的 彈啊 打也會痛的 好 小小小小 留意一下我開啟零